由去年開始 我們參加了香港展能藝術會舉辦 藝延伸三年的培訓計劃 今年已經是第二個學年 看到他們有很多顯著的進步 因為我們學校 事藝科都很多涉獻不同範疇 每個範疇都很深入去做創作 跟延伸合作時數都比較長 每次頻聚漸進地逐點加進去 他們覺得挺大進步 第一年教我們一些基本的畫畫技巧 怎樣用一些圖形去分析 或者顏色可以怎樣運用得好一點 第二年可能會有更深層次 去運用我們學過的技巧 去畫一些畫作出來 去到第二年 開始他們理解多了不同物料的特質 我們就跟他們去做一些 他們的喜好有關 或者他們的性格適合的創作 其實我也可以畫出一個 最上次的性格適合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很滿足的感覺 剛好去過濕地公園 去看一些植物 那些 看完之後也會即時做一些寫生 和回來後也會將當日他們拍照 就著那些照片去做一些創作 去濕地公園有個好處 就是親身見過的東西 雖然畫得不多 但是試過 之後再回來課室內去創作 我看到他們畫得快了很多 畫得有感情了很多 我手頭上的這一張 就是那次參加濕地公園活動的時候 看到的桃花 我就用水彩畫的 可以親身去體驗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畫出來的東西會更好 我覺得他們大膽了很多 他們外面看多了不同的展覽 還有一些寫生的活動之後 他們對他們心目中想畫什麼 他們都不會很害怕 這兩年特別在聯展中 看到同學的創意 和原來他們的豐富想像力 透過導師的協助 就將他們想像的東西展現出來 其實那些家長去到的都很感動 因為他們都沒有想過自己的小朋友 在畫畫上能夠有這樣的成果 其實現在身後面的同學 他們在畫兩個主題的畫 這些作品都會帶到德國的難民營 和當地的小朋友做交流 其中一個主題是介紹香港的美食 所以有些同學就幫忙畫了一些 像這個一樣 像蛋撻、魚蛋、雞蛋仔之類之類 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夢想中的家 因為當地的難民 他們很遠地離開了家園 可能不一定是很豐富物質的東西 可能他們只想和最喜歡的人在一起 所以就先邀請了同學在香港 畫了他們的夢想家 然後又邀請當地的小朋友 又畫一些畫 拿回來大家有些交流 一年內他們在個人性格上 都有很大的改變 有些同學可能一開始很害怕落筆 到現在其實基本上被把紙句 叫他自己開始 他都可以放膽地做 還有還會主動幫助隔壁的同學 團體的生活 和其他同學的關係 都有很大的進步 我自己看到很多不同題材的畫作 我都覺得這個計劃真的參加得沒錯